大家看見煩露鏘的消息 嘉義官五月九十一月二動BMT 入表 今天上午收播開大 煩露衛星所為兼立的特律所 已經兩間國衆的小朋友 來進行接種入表 煩露鏘衛星所主任林文英 表示 進展接種入表 對當進展提升保護列 今天上午嘉義官進行 收播的五到十一月二動BMT 入表 是為開關級的合作作來接種 煩露衛星所就有向來的遊行 還有兩間國衆的合同進行接種 整個過程雖然小朋友是怕注射 但是在老師還有他給另外的安護下 過程也是相當的順利 這邊是翻入衛生所 現在BNT今天開始打 所以我們現在是我們的鄉托 還有那個黎明國小 大福國小 過來學同在衛生所打BNT疫苗 因為現在盛逢停課期間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等著 盡早打疫苗 盡早抵抗的原則 所以家長都同意來這邊打 當然打小朋友的話 有時候小朋友比較好動 可能情況會比較難以控制 不過家長都非常配合 那也感謝大家的 家長的幫忙 那在呼籲希望就是說能夠盡量來打這個BNT疫苗 因為目前這波疫情來講 小朋友的感染率算蠻高的 能夠早點打 早點有抵抗力 翻入衛生所 有時候主任林文元的標示 因為現在嚴重特殊 傳染性會嚴重的疫情 還在嚴肅當中 這件剛好好好停止實體課程 該為萬古夠學 所以也有很多家長 帶到小朋友出來實打疫苗 也探到這件的機會 讓大家提早實打疫苗 就真的有保護力 社群新聞正義行 歡樂兄 採訪不得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嘉義縣長翁張良 隨著疫情的升溫 我要提醒大家 新冠肺炎的確診 以輕症為主 確診者做好門診分流 不恐慌 體諒防疫人員的辛苦 讓醫療量能能夠保持順暢 病患獲得最妥善的照顧 如果你是居家隔離 自主防疫居家檢疫者 使用家用快篩檢測陽性 不用怕 請連結視訊診療 由醫生直接看診 以及通報 就會收到衛生局 以及疾病管制署的 確診檢訊通知 然後主動連結 中央疫調回報系統 就會收到居家照護隔離處置 記得資料填寫 一定要正確 若你不是上述的三類人員 使用家用快篩檢測陽性 一樣 不用怕 將你快篩試劑包好 攜帶健保卡 自行開車 或由家人載送 前往四大醫院防疫門診 做PCR檢測 報告未出來之前 請在家一人儀式 以家人分開 請勿恐慌 如有呼吸困難 氣喘 胸悶 以及持續的胸痛等緊急狀況 請打119 或由家人直接送醫院診療 最後 我要呼籲我們所有的親朋好友 戴口罩 打疫苗 全力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 若有問題 可撥打關懷中心的電話 05362-1150 由專人為你服務